有句俗话说的是 春昆秋发下达顿 睡不醒的冬三月 这冬天真是一个让人睡不醒的季节 这冬季的养生主要是靠饮食 睡眠运动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那我们应该怎么调节呢 我来告诉你 1.饮食调养 冬季即年硬轻冷的食物 容易刺激脾胃血管 使血流不畅 而血量减少将严重影响其他的腹肺血液循环 有损人体健康 冬季饮食亦温热松软 2.睡眠调节 冬季睡觉时不要蒙头睡 飞窝症的空气不流通 氧气会越来越少 空气变得浑浊不堪 在这样的环境中睡觉 会感到胸闷恶心 或从梦中惊醒出虚汗 第二天会感到疲劳 3.耐寒锻炼 冬天气候寒冷 很多人都不愿意运动 耐寒锻炼对于人的心血管 呼吸 消化 运动 内分泌系统都有帮助 从而减少各种变发症的产生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现在很多人由于缺乏运动 导致身体发胖 尝试很多种方法减肥 但是就是减不下来 那么可能是因为下面几种原因 1.心情不好 当我们心情不好 或者是心烦气躁的时候 就会导致我们气血不通 经络也容易受阻 而体内的热量和脂肪 就会代谢不出去 那从而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增重 或者是减肥减不下去 2.吃得太饱了 如果我们吃得太饱的话 会造成肠胃负担 消化不好 这样就会使其他地方的代谢变慢 吃进去的热量不能完全的代谢 在体内变成了脂肪 也就导致我们发胖和不掉秤 3.喝酒和喝饮料 因为酒的热量很高 饮料又含有碳水化合物和糖 不易代谢 所以不掉秤 4.不吃不喝 很多人以为不吃不喝就能够减肥 其实如果你不吃不喝 不仅对身体不好 而且容易反弹 如果你不吃东西 身体就没有东西 带动心田代谢 也会造成不掉秤 5.便秘 如果经常便秘 就会使体内的毒素 没有办法排出去 造成我们尽多出少的情况 从而影响我们减肥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心脏病是常见的疾病 也是老年人高发的疾病 那么当我们遇到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可以试一试中医的血位按摩 帮助我们急救 当心脏病突然发作的时候 可以马上按一按细胞经上的血位 细门学 那细门学可以说是一个救命学 它是直接管心脏的 那具体位置呢 就是在我们手臂前面 手掌这一侧 腕横纹往上五寸 那找的时候可以拿向上量齐个手指 两斤之间 那我们按的时候也很简单 就是拿用大拇指的指腹按住血位 一压一松 像这样按 要稍微的用点力 那两个手要交替着按 每次按压三到五分钟 平时可以一天按两次 那细门学对急性病 心脚痛 心肌缺血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没事的时候 就多按一按这个血位 能很好地帮助我们保护心脏 那当突发心脏病时 如果身边没带急救的药物 这时呢 应该先拨打急救电话 在等待救护车的同时呢 可以利用血位按摩 对患者呢 进行急救 现在呀 脂肪肝 酒精肝 肝硬化等疾病 已经呢 是常见病了 而肝病的发生 都是呢 和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那么想要养肝护肝 就要呢 做到三点 第一呢 是不要喝酒 酒是肝脏的大敌 不管是什么酒 对肝脏呢 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那第二呢 就是尽量少生气 我们都知道 生气伤肝 如果一个人呢 非常爱生气 那就说明呢 你的肝火太旺盛了 第三 就是要注意休息 不要暴饮暴食 如果暴饮暴食的话 对肝脏呢 会有很大的伤害 还有 睡前呢 要做到两个不要 不要玩手机 不要吃夜宵 如果呢 已经有肝病了 那么 在吃晚饭之后 要学会静坐 闭目养生20分钟 这样呢 可以护肝消失 对肝脏呢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平时呢 我们养肝还可以呢 推一推干净 首先呢 可以拿一下这样 推一推脚 从脚背 沿着脚缝 向脚趾的方向推 先推左脚 然后呢 再推右脚 每个脚呢 都要推50次 然后呢 再可以像这样 推一推大腿 从大腿根的内侧 用力的向前推 一直呢 推到膝盖 也是呢 先推左腿 然后呢 再推右腿 也是推50次 所以呢 为了我们肝脏的健康 从现在开始 一起呢 养肝护肝 这样肝脏呢 才能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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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